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昌 那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陆大厨 陆绍凤 精灵菜传承人 中国烹饪大师顾问 那我们三个呢就组成了今天的味道品鉴团 在节目当中呢 每天会有两位热爱生活的社区大厨一展身手 是的 我们有规定的情境 就是50块钱在节目当中制作三道拿手菜 其实这个舞台就是让大家体现出 对于美食的热爱和对于生活的热爱 看了节目之后啊 我们发现50块钱真的还是能吃得挺好的 而且不用为每天做什么菜发愁了 看着我们节目就能学很多 不光如此呢 我们的社区厨王也开始行动了 前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味道节目就联手了 南京精英珠江一号国际酒店的大厨 和来过我们节目的社区厨王李建宁 李大哥 一起走进了索金村社区 和社区的居民们一起欢度端午 让大家见识到了我们社区厨王 个个也是不凡的手艺 当天的气氛真的特别好 大家一起过端午 尤其是社区里的叔叔阿姨奶奶 都特别开心 我们也呼吁更多热爱美食的大厨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们一起走进社区 带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和关心 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又有两位社区厨王要登场了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徐敏 来自双闸街道涌出社区 徐敏 68岁 双闸街道涌出社区 职业退休工人 厨林50年 我厨林要50年了 大家好 我是妙友菊 来自沙州街道中澳社区 我是一名律师 然后在我们家是创意厨师 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妙妙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妙妙 今天的两位啊 你看一位是有着50年 厨林的这个徐阿姨 一位是创意厨王 可以说是现代女性的一个代表了 因为律师嘛 平常工作应该也挺忙的 还有时间走进厨房 自己找时间 周末抽时间 真不错 徐阿姨今天这个穿的衣服 想必也是有绝活 起码是会要么广场舞 要么奥太极 把太极拳的衣服 那就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谢谢徐阿姨 就是另外一种意境啊 但是会不会影响一会儿做菜啊 因为它这个其实是气要沉下来的 对 你看这个就是外行啊 不会影响做菜 我们这个习武之人啊 讲究一句话 这个练太极啊 初学驾端正 再求气韵声 习文又习武 东到自然城 听上去就是高手啊 就是一平一世 先把动作做好了 咱们再求那个韵味 出来了之后 最后一切就掌握了 其实你仔细想 和咱们做菜 阿姨这五十年的出零是一个概念 最开始都照着学 都是有功底的 慢慢吵着吵着 可能就吵出自己的风格了 我刚刚没听错的话 你说的是咱们武林高手 对 咱们你在哪里体现 那骆凉哲 你知道多少个大清晨 我是跟着我爷爷奶奶 在叔叔阿姨爷奶奶 队伍当中练八段锦的 知道吗 真的吗 你要试一下吗 不动你 这个咱们今天主要是美食节目 还是要回到咱们那个 厨艺比拼的舞台 我只是跟大家说啊 阿姨这个功夫啊 绝对是不可小觑的啊 有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今天不是来比武功的 那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赛规则啊 既然是比赛 我们必须是有规则的 首先呢 就是要给大家五十块钱 去菜场买菜 应该都已经去买过了 那我们要比的是 第一速度快 第二用钱少 那么X的超能力 到底两位会如何来分配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他们的买菜短片 好 先手一下长手码啊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要买 要做三道茄子 所以我先来找一下 我要买买几个茄子 哎 我看看 哇 这个茄子有点软啊 有新鲜一点的吗 我看看呢 但是也比较软呀 那我再看一圈吧 要是没有合适的 我再过来 好 这个茄子比较新鲜 但是有点细 这个有点小不太好弄 我看一圈吧 看一下有合适的 我在那里 哎呀 那个有肉 我先买点肉末吧 可以 就这么点 我看看那边好像是茄子嘛 哇 这个茄子大 等一下 我看看两个 我估计三个就差不多了 三个 三个 对对 七块四 七块四是吧 你们这有没有葱姜啊 我这没有啊 你这没有啊 你这没有啊 我们那边买菜的话 他都会送点葱姜 好吧 快钱 好的 我再去买点大蒜 好 就拿这几个吧 一块三是吧 好的 其实我买菜属于那种比较爽快的 我从来不问他多少钱一斤 所以我之前买菜回去的时候 我婆婆或者我老公经常问我说 你这个菜多少钱一斤啊 我经常我说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我买了多少钱 好 我的采购已经结束了 少一个嘛 少一个嘛 好了 好了 好 那个黑鱼怎么卖的 你们家不卖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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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切片吗 你不切片 你不切片 那不好意思 我是准备做那个番茄鱼 番茄鱼呢就是黑鱼比较好 必须要先买鱼 把鱼买了以后给它切片 切好片以后 然后我去买其他的菜 等会过来拿 要不然 这个切片可能要一个时间 老板呢 你这个黑鱼是多少钱的 要捡个两斤的吧 等会要切片啊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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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块钱 我把它切成片 做鱼片的 那个鱼骨和鱼片把它分开 我等会过来拿 三斤时间 谢谢啊 好的 好的 还有什么 刚才是 35加38 38 42了 已经 42了 应该差不多吧 1块2 多少钱呢 1块2 5块5 加3块 8块5 43块5 还有一个菜羊 还有一个葱 还有一个葱和姜 还有三个没买 还有一块5毛钱 这边菜羊怎么卖的 1块5块 姜怎么卖的 6块 我买一点菜羊 你能给我一点姜和葱吗 不是一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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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买一点吧 搞一点点 就是做一个菜 给我一点吧 插一小块就行了 对啊 这个葱给两根 葱给两根 给两根就行了 再搞一点 再搞掉一点 哎哎哎哎 这个要多少钱啊 5毛钱 5毛钱 好 那个菜羊 能给我1块钱吗 好 行 可以了 好 谢谢啊 那个鱼 拿鱼 抓紧时间 老板 那个好了吗 鱼 拿去我还在切哦 还在切啊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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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啊 总算买完了 登登登登 看到了啊 食材已经上桌了 但说实话 我真没有想到 许阿姨啊 买了这么多食材 居然是用时最短的 哎呀 你看看 这就是一个管理 就运用到太极里面 对于时间的一个判断和拿捏 嗯 而且阿姨买鱼 其实也是你看看 好不是找到一个 又给买又给弄的 嗯 而且这样肯定就在节目当中 能节省时间嘛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啊 看就是景谈是市场买菜的 但你再看看这边 价钱上应该没得说来 肯定这边获胜了 多简单呀 三颗茄子 嗯 然后那个是配了一点肉末是吗 肉末 嗯 然后葱姜蒜 香菜 芝麻 没了很简单 但咱不是要做三道菜吗 问题这不是三根茄子吗 就烧茄子 哈哈哈 就是困惑就出在这儿了 嗯 对就是茄子究竟在您家是什么样的地位 就是要三道家庭拿手菜就全是茄子 因为我们家那个是农村的小时候家里面菜园子里面就茄子多 哦 小时候就是各种茄子 所以现在长大了以后的话就是茄子会比小时候做的更丰富一点 但是还是那种就是传承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吧 那咱们这样吧看看咱们的二位的菜单 今天都做哪三道菜 这边是青菜蛋饺 这边是青菜蛋饺 土豆饼和番茄鱼 哦 我们再来看看妙妹这边啊 嗯 土烧茄子 凉拌茄子 肉末茄卷 反正都是茄子吧 嗯 茄子开会 对 这个价格上那肯定是 你花了多少钱 你不要告诉茄子超了五块钱啊 二十一块四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许阿姨这边 五十块钱满满当当 嗯 一点不浪费 你看有鱼有肉还有蛋还有素菜 嗯 那咱们菜股已经看到了食材也都在了 就是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 说几句给自己加油打气的话 鼓气 我一定会赢的 好 妙妙这边 嗯 我觉得我除你没有这个许阿姨那个时间长 但是我会很认真很用心的 去战胜许阿姨的 嗯 好了两位都加油了啊 然后温馨提示一下 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则 二位就分别获得了一个X超能力 在整个做饭的45分钟内 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啊 还是毛髓自剑 选我选我选我 我就我就爱帮厨 行 选他选他选他 他就爱帮厨 好选我就很专业 行 好 请二位做好准备 计时 开始 啊你怎么一开始就摇零了 因为我这边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帮手来帮我把这个蒜给播一下 要我们播蒜小人手 您都不知道我跟蒜是什么关系 算了吧 哈哈哈 你知道怎么播吗 你跟蒜是蒜一家 他可以他真可以 我平均我平均一天要生吃三瓣蒜 你能不能 全部播完保证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然后用这个拉蒜器给我拿成沫 OK 行 放心 一百秒一百秒准备好了吗 轻鱼来 计时开始 好 妙妙这边啊 已经开始了 处理茄子 我这个一边一百秒之内就交给你了啊 要是播播完你就给我 播播完你把我播了 哈哈哈 你把几个蒜抓上手搓 快点了 已经过去快六十秒了 还有四十秒 你到时候那个白用了这个帮厨 还不如找露厨了 你放心 我可以赖皮 哈哈哈 我不同意 不是这个蒜怎么跟洋葱一样啊 这把蒜你已经 你看你看这个蒜怎么是这样的呀 这个新鲜的吗 好吃吗 哦不好意思 说话之间又过去了十秒 亲爱的令青你的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蛮好吃的 三 二 一时间到你回来吧 你放心 你现在不用吧 哈哈哈 现在不用我也没事干啊 这样就不浪费 不算那规定时间里 对 那有点耍赖是吧 家爷 他哥把炉子帮我这 我帮你慢慢给我当 规则才能难得倒我 奇了怪了 你就是你是制定规则的人是吧 可不是吗 原来我告诉你哥 你怎么播 你拿一个过来 好难播 我这蒜味真的是 先把它掰开 嗯 这个你根子没切完 要把根子这个大头全部切完 哦就这儿 这儿的那个根 我不是舍不得吗 给它切掉 然后这样搓 再点水搓它 哇那一会儿手上的味道非常的棒 你看这样一搓 就出来了 哦 有一种在吃糖蒜的感觉 嗯 行啊 你们两个人都慢慢的剥蒜 我来看看这个徐阿姨这边 嗯 姜切成布 绞肉里面要放一点 姜和葱 放在这个 蛋绞里面 放在这个肉里面的 蛋绞大家要知道 蛋绞我们家只有过年时候会吃 就是蛋绞的话 它其实做起来非常费事的 对 年轻的时候我们做蛋绞的时候 就是弄这个煤炉 弄个小煤炉 在那边 那个火正好 用一个小勺子 弄个勺子 弄一块猪皮 这个这个 搅一下 热了以后一个鸡蛋 蛋液下去 钻一圈 那个 一个一个蛋皮就出来了 阿姨你要注意时间啊 因为现在真的已经是 是的 她这个 你的操人力如果需要的话 你赶快收 好 剥面皮的时候可以 铃铛呢 在在这儿 铃铃铃 好来来来 什么事啊 你回来 大厨大厨大厨 大厨大厨 你继续剥你的蒜 你一个蒜都剥不好 还想去摊面皮 大厨 一百秒的时间啊 我们先给大厨 就是先 还没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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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始呢 你看看你十二分钟剥了个蒜 我跟你讲这新蒜真的是 哎露出准备了已经开始 一百秒即时开始 露出居然 抢时间啊 哎露出啊 嗯 这个蒜它这个 外面这个一半一半 它老了之后变成啥了 咋就没了呢 老了之后就是个老皮啊 你别影响露出了 露出那边一百秒也很慌张了 油多了起泡 油少了干 我看看 所以这个这个 确实是一个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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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一火手一火 你可以把它切掉小一点吗 切一下 切一下切一下 不关事啊 你拿一个小碗 把这个粉倒出来 这边有 你慢一点 我这边是准备的是两道菜啊 我两道菜同时准备了 我的历史任务完成 好的 姐姐你还带了那个啥呀 电子秤 对啊 妙妙这个你是在做烘焙吗 还要电子秤 不是 因为这个 这个做菜的引颈 我们做菜 这很多时候都会用到秤 是吧 但一般做西点比较多嘛 做中餐还用这个 因为我的所有的菜 都是在网上去找那种菜谱 知道吧 然后她说用什么料 什么料多少 那我就怕多一分太多 少一分太少 是不是 所以就精确的用秤来秤一秤 你看 在整个生活当中 也体现了她职业的特性 我今天这个超能力 用的特别特别直 我觉得这个100秒 对不对 赶上了10分钟 是吧 对 特别直 她这个100秒的话 直接延长到了就是600秒 都不止 超恶 超 你看看你那茄子都蒸完了 她这样算算半 终于出来了 才出现了这个你需要的蒜末 蒜末 现在时间还剩下30分钟了 我都丑死了 她们两个人都还在这儿真是 我看喜阿姨在偷偷的笑 喜阿姨好像就是心又沉足的在笑起来了 我也在担心这个时间 我是同时准备的三道菜 后面会快的 哦 对 第一道会慢一点 所以不担心啊 好的好的好的 我就说我 白担心了 没觉着急 这月静好 你当然不着急 你拉个算要10分钟的人 怎么着急了 好的 阿姨这边现在就比较淡定了 我们就在等喵喵了 喵喵喵 终于时间还剩下26分钟了 还有跟您学太极吧 哈哈哈 你们那儿这太极都已经打上了 真是担心我们这儿真的整个又慌乱 哎呀 这又发锅了又有点 好嘞 还有一个煎的时候油温要高一点不能太急 哦 是吧 妙妙姐 妙妙姐 妙妙姐你要是那个第一道菜我故意 我把整套都学完了 哈哈哈 你们那时间是定住了哈 27分24秒 咱们这段时间还在走呢 分秒必真啊 23分50秒 你看一秒一秒还在走 咱们还没有装盘 哎呀 好麻烦啊 不急不急不急 真的 我可太佩服就是律师的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了 我作为一个哈 也算是时间不短的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我也是看过很多人在厨房里忙活 但是能让我第一道菜忙到如此紧张的妙妙是第一位啊 目前排行榜第一人 现在还剩21分半 赶紧拍下那个红按钮 还有个芝麻没撒 还有 太严谨了朋友们 我说你拍下了你稍微撒一下也没有人会注重 但咱不咱们要遵守规则 你看看撒完芝麻还要再来点香菜 好 赶紧拍 好 我们来尝尝看第一道菜分别是蛋饺和茄子 先来吃蛋饺吧 好鲜啊 稍微有一丢丢咸 有一点点 但蛋饺皮还是很好吃的 蛋饺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吃一下茄子啊 哦 这个茄子 用上我的蒜了吗 这不都是吗 好好好 那就是 反正是我好紧张啊 哈哈 嗯 怎么样 嗯 哈哈嗯 拿来尝尝 你也来尝拿尝 很好吃 可以了 которое尝尝 一点儿会儿 而且它主要是热情的 茄子怎么样呀 外国油 ich 这是挺好一家人吧 那个第一道菜尝完了刚刚那个混乱 那个忙碌那个地时的紧张去了哪里 好 喜乐融融 printer一口 你也可以可以的 我还是显了一点 我当时显了点啊 我一会儿是嗯 你 请示感在我们这体现 对对对 这个第一道菜满分十分 这个分别打多少 路数先来一个 我给七分 蛋饺我给七分 为什么呢 第一大家尝了 这个蛋饺呢 有点咸 那可一分 第二呢蛋饺包的形状呢 有点不够饱满 第三呢 这个肉馅吃水量太少 吃到嘴巴有点柴 好那个蛋饺 我同意那个路数的观点 我就给七分 为什么 就是今天在口感上来说 稍微欠了那么一点 这个蛋饺呢 我给七分 然后再加一分 加了一分是太极 谢谢许阿姨教我打太极 今天有学到了 加一分加一分 那许阿姨这一道蛋饺就是22分 好 接下来到茄子了 茄子 从你开始 你开始 茄子就是有一说一 还是很好吃的 而且不管是它那个软烂的程度呀 汤汁调的口味都很好 然后呢 在八分的基础上还加一分 因为蒜泥是我弄的 九分 谢谢许行 那这个茄子我给八分 大厨呢 我给还是给七分 为什么呢 第一 这个汤汁味道不错 但是呢 茄子里面没味道 茄子里面没烧出味道 时间太短 第二呢 这个蒜蓉 它没变香 吃到嘴巴还有生蒜的味道 这是我要扣分的 想学会这道菜 大家一定要仔细靠咯 我们来看看 妙妙这轮是24分 稍稍的领先一点点 两位的差距也只是两分 那接下来能不能把这两分追平 我们就要看许阿姨 在第二轮的表现了 加油 接下来啊 我们第二道菜 计时继续 好的许阿姨 这边第二道是番茄鱼 然后这个 尿尿这边还是茄子 对 凉拌茄子 许阿姨 我就是有情提示啊 就是咱们那个鱼 你要不就先处理 先给它扔过里 对上 我现在就是在搞这个 哦 对对对对 这西红柿是鱼的那个配菜 对 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 最后许阿姨的时间反而不够了 肯定不够 肯定不够 那就怪我 F要学台极 学台极 怎么回事 打批我时间叫你学台极 做鱼都不够学台极 我看你江台极 哎 哎 面面这道菜 是不是用实惠也很快啊 对 是的 嗯 哎呦 这汤汁已经快好了 是的 然后再把茄子撕一下 就可以 哦 撕成那个一丝一丝的茄条一样 其实这个茄子哈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嗯 也是这种 就是两拌茄子 就放在饭锅上面 就一个碗 然后把它给蒸熟了 然后小时候就比较简单 用那个酱油 然后简单一拌就行了 对 对 现在的话就是 多弄了一些调料 这样子的话 味道会更好一点 现在我们做菜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那种万能调料 就你做凉拌菜的时候 都可以用的 对对对 可以买那种现成的 你这个里面加的是什么 我在里面的话是 呃 先有那个蒜和那个辣椒 然后用的 刚才用那个油给呛了一下 嗯 然后就放着糖 盐 然后鸡精 没有放到味精 然后就是 生抽 醋 香油 啊 就放在这些 调了一下 调成了这样的一个万能蘸料 对对 凉拌的凉拌菜 其实都可以试用 对 你们家是谁比较喜欢吃这道菜 呃 我老公比较爱吃这个 嗯 可能 他也是小时候 也吃过这种吧 但是我做的肯定比他妈小时候 给他做的好吃 哈哈 啊 这开始笔上啊 婆婆会看到电视听到这句话会不高兴吧 没事 那做的更好吃不好嘛 对不对 哈哈 不 你你和婆婆 你们俩一人做同时做凉拌茄子放在那个面前 老公能能怎么该怎么回答哪道好吃呢 肯定是我的好吃呀 就是那么安全 李阿姨 听到 您听到刚那边发生的这个故事了吗 我听到了 您 您 您 你怎么了 你问侠阿姨有没有哎媳妇是不是 你做了是吗 我想这么就不知道该怎么问 儿媳妇啊 就是婆媳关系这方面 婆媳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好 可好了 那要是您做了一道蛋饺 然后儿媳妇做了一道蛋饺 儿子说儿媳妇做的好吃 您多多少少会不会有一点 我不会 应该的嘛 你就是在好 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好他也会说他好 那所以说以小见大 您觉得这个婆媳关系当中如果总结下来 当婆婆的角度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少说话多做事情 少说多做 太经典了 少说多做 我认同 不管事情 那就可以这么文明 作为儿媳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和婆婆的相处是什么 少说多做 少说多做 你们喜不喜欢吃香菜 没问题 好 要不的话 用你最习惯的方式做 你随意 好的 都去不挑食我们 这个 对 你们喜欢吃的话 我的分就可能会高一点 现在还剩下13分钟 轻易不挑食就喜欢挑蒜 第二道完成还剩下13分09秒 好 小阿姨在这个认真的操作 我想问一下 妹妹 你那个平常 其实工作是不是挺忙的 挺忙的 主要是负责什么呢 我是律师嘛 主要是帮别人打官司 你做这一行多长时间了 做这一行的话有四五年吧 四五年的时间 对 今天那样平常工作挺忙的 就除了律师之外 还兼了一个身份 就是人民调解员 对 是的 我是在六合法院 做兼职的人民调解员 主要条哪块是纠纷还是婚姻 还是财产 主要是婚姻方面的 那肯定 对 现在两口子过日子都不容易 真是 磕磕碰碰的都是非常多的 有什么感悟吗 就是这份工作带给您的 我觉得反正这个日子 婚姻需要经营 就是两口子过日子 既要有自己的一个原则底线 然后其实也需要相互包容 对 这边差不多了吗 徐阿姨你第二道是要就是土豆饼 还是那个番茄鱼 土豆饼在做 番茄鱼也在做 究竟谁是第二个出锅的呢 让我们来猜一猜 这个你看徐阿姨想到让他随先出锅 就随先出锅 好的 徐阿姨这边也按下了暂停键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第二道菜也出锅了 好的 菜已经上桌了 那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啊 先从热的开始吧 好 这个应该先喝口汤 对 先喝汤 哦 怎么有种那个冬荫宫汤的那个感觉 浓浓的 稠稠的 是吧 还挺好喝哎 鲁鱼汤很母味 是好喝的 就是不抢风口 就是番茄在里面不抢鱼鲜的风口 融合的很好 关键是这个鱼肉啊 嗯 鱼肉还挺嫩的 味道不错 鱼片稍微老了那么一丢丢 还是鱼的问题还是时间的问题 时间把控 和上浆的问题 上浆 对 就是给鱼上面用森粉抓了一个保护膜 嗯 这个大概从入锅到出锅要多少时间 什么火候 那一般我们这个鱼呢 炭的时候 建议呢就是我把汤全部盛出来 不要鱼下到汤锅里面 另外呢起一个锅烧一锅水 水烧开水宽一点多一点 然后不要一次性放很多的鱼片 在水里面放一点盐 放一点料酒 然后把这个一片分批次的放进去 就是放进去 就是放进去好了 一般在十秒钟到二十秒钟之内 不能超过二十秒就十来秒就可以了 就捞出来捞出来这放到这个我们的 汤汁里 对 就是相当一个飞水的过程是吧 对对 这样的汤汁就会干净 它不会护 嗯 来尝尝茄子 再来尝尝茄子 凉拌茄子啊 好吃吗 好吃 那个麻油的香 然后还有酸辣开味啊 嗯 然后再凉点就好了 太重了 冰箱冰一下是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露出一会儿慢慢的专业点评 咱们先来给分 给分 先从这个番茄鱼开始吧 那给鱼我给7分 所以鱼还是嫩一点好吃吗 鱼我给8分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我印象当中 就是二十的味道 就是我妈妈做的鱼的什么的 就跟这个其实还蛮像的 汤也很浓郁很好吃 嗯 露出 鱼我给8分 嗯 对什么呢 因为鱼呢做这个番茄鱼的重点是这个汤上面 嗯 这个汤做的好 这个鱼肉才好吃 那么扣两分是在哪里呢 第一呢 饭前没有气皮 我扣掉一封 第二呢 这个鱼呢处理呢就是说 姜呢没上的太好 它口感呢就是稍微有点柴 那么这事上面我扣了两分 鱼我就给了8分 好 学阿姨别生我气啊 没有 他们俩 真坏 我打个7分 然后他们俩 对呀你为什么给7分呢 我立马改9分 立马我改 我给学阿姨9分 你为什么要给7分呢 为什么多给2分呢 7分年轻人 你看我直接打9分 你看我还叫你太极 就是 我开9分开9分 不可以不可以 那个已经下到了那个 到时候你万一给我9分再加 就不好加呢 对不对 行 咱们面外这道也从你开始 来吧茄子你怎么打 合着你们那样打太极是吧 茄子来你打 又是我先打 鱼我打几分7分 这茄子呀怎么说呢 虽然很好吃 但是离我妈半那个总觉得差一口 咱们要给一个6分 不能这样打 也7分也7分也7分 那个蒜也是你剥的 蒜也是你剥的 行吧7分都7分了 茄子也7分 但真的很好吃 你看看啊 这个现在轻鱼学坏了 这太极今天学的可太好了 这各种打太极啊 这一轮他完全就给了个平手 他就给太极了 那我这轮我茄子我也给8分 就是确实这道茄子哈 两拌菜做的还是挺入味的 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因为夏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学会万能酱汁的一个 调的方式方法 能做的凉拌菜可就太多了 嗯 这道其实还挺好的 那个麻油的香气啊 然后那个酸辣的一个配比啊 就挺好 露畜 露畜 刚刚露畜开始成丝了 没有成丝 这个我先不给分 我先说 凉拌茄子呢是一个我们夏天非常爱吃的 嗯 那么很多家里面做的办的方法各有不同 有的辣一点有的斜一点 有的可能酸一点 嗯 那今天这个口味呢 相当平庸 嗯 中 就中的 不酸不甜不咸 对吧 它都有一点 嗯 所以呢 它味道呢酸 就平淡 没有特别的亮点 第二 油太多 嗯 你们自己看看这上面一层油 这个夏天吃个凉拌菜 那么多油 你吃得下吗 哎呀 我就说可能有个什么理由啊 就是这个油太多了点 今天我们家那个做茄子的时候 我我小时候我妈他们叫我做茄子都是说油多不坏菜 油多不坏菜 油多是不坏菜 那是基本上是老人的这种常说说的 以前人没有吃的身上没油啊 嗯 现在人都怕油 三高啊 对啊 而且还有高胆固醇 这个油不够 油太多了啊 这第二个 第三个 现在这茄子 你今天用的茄子 其实不是做凉拌茄子茄子 嗯 凉拌茄子更嫩一点 更细一点 应该还细糖呢 对吧 你鲜料有问题 嗯 鲜料错了也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把脾气了 我看你在蒸好了之后 我看你掰开 我以为你会把这个脾气掉 结果你把皮又放里面 这个茄子这个皮啊 我吃了 能吃 太难吃 哈哈哈哈 口感问题 口感不好 第二茄子皮有一点微微的回苦 我给六分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 在这一轮之后呢 看到两位的得分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许阿姨 这道番茄鱼的得分是23分 妙妙这一道是得到的是21分 所以两轮相加之后 我们来看看总分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们看到许阿姨这边 45分 嗯 然后再看到面面这边 巧了也是45分 呦 打成平手了 哎呀 许阿姨这两分追回来了 追回来了 追回来了 那我们就看最后一个随胜猪 想学会这道菜 接下来要仔细看咯 第三道菜开始之前 许阿姨还剩7分多钟 妙妙这边是13分钟 来二位做好准备 继时 继续 咱姨这边呢 因为她刚刚那个土豆饼啊 在备菜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第二道菜的时候 已经同时完成了 对对 她准备的很快 我们都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土豆呢 现在要放在这个电饼铛里边 好 这边这个茄子 茄子它是做那个茄卷的嘛 对 所以还是给它抱成那个一片一片的 嗯 接下来就是把肉放在里边 对 但是你看到我们妙妙有一个一点啊 我以前我看那个茄卷啊 我这上面铺的都是薄薄的一层肉 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就是货真价实 对 它那个肉可是铺的厚厚的一层 但是这样的话 你炸的时间是不是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温度要最低一点 时间最长一点 嗯 这一百五到一百六给它炸到三分钟左右 对 让全部炸十五 还有二十五秒 对 报个时间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还有十几秒呢 十六 十五 十四 要按下啊 还有十 可以了 九 八 先拍零 七 太紧张了 好漂亮啊这个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现在咱们啊 这个焦灼的心情又到妙妙这边了 对 好的我们看到啊 这边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 妙妙加油 妙妙加油 我这是现场助威 已经加过油了 这个炸东西油多一点 对 刚才油少呢 刚才油美呢 所以 导致这个油点红 我不得不说啊 在这个时间内 对 咱们看看我们许阿姨 真正热爱做饭的人 就是会 打扫卫生了是吧 打扫卫生的 把卫生打扫干净 对 你看这个 把锅台一起擦干净 我是有这个习惯 一边做饭 然后做完以后 上面全是干净的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你们都已经开始闲聊什么打扫厨房了 收拾房间了 咱们妙妙那儿 简直现在就是水深火热 还有两分多的时间 还在这个炸这个茄卷呢 不着急不着急 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调味的阶段了 刚刚调好的这个混合调味料入锅了 确实要想入味的话 真的是就是需要时间 咱们现在恰恰最没有的就是时间 还剩下2分13秒了 其实只要是做饭的人 难免会有过在厨房翻车的经历 真的 你只要 没有说人是注定不会失败的嘛 对吧 正常我们做就好了 对啊 还剩下一分12秒 打点香菜 这就很快了 完成 1分07秒 今天好像两位跟这个吃都很有缘 7 都是一个剩7秒 然后面要这边剩1分07秒 也完成了 上桌 好那我们赶紧来品尝一下 第三道菜 你看到这个是土豆饼 对我们的这个茄卷 首先从土豆饼开始 太像吃早餐了 就一口咬下去 外面是这种 有点脆脆的 有面香的味道 对 然后再面香 然后再倒里面 那个土豆本身它有淀粉 淀粉其实是有点甜滋滋的 对 可以给盐奥该吃那个 对 加这个了 我仔细看一看 还可以 其实说真的 看不出来 你看看这个肉给摆的满的 就 我这手应该要怎么扁过来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就剩肉了是吧 外面鞋子不重要了 我觉得我的鞋子做的有点翻车了 我们来吃吃味道 好先看看你们味道怎么样 这我不得不表扬一下啊 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还记得外面要给它挂姜 嗯 然后再裹上汁 它还是会有到 外面是那种酥脆的感觉 怎么样 还好 然后再配上这个肉香 配点配点 他在这边吃的很开心 但确实是味道有点厚了 厚了 有点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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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这样吃 把那个饼翻开 把这两个捡进去 包在里面 你看看好吃吗 哈哈 来我们 今天晚饭可以不吃呢你 就打分嘛好不好 然后土豆饼先给你留着 你最后来吧 那我先打好了 好 你先打土豆饼还是 土豆饼先打土豆饼 土豆饼我觉得能给到九分 因为环度很高 鑫鱼你给吧 我吃了半张饼了 我吃了半张饼了 我好意思给低吗 给个十分吧 好不好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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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好吃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 你给了九分是吧 嗯 给了十分 分给的非常高 嗯 那么 这个土豆饼呢 我最多只能给八分 四次要带室了 路上 为什么呢 第一 既然是要土豆饼 土豆的为主 你要土豆涨到80%以上 今天的土豆丝少了 所以呢 吃到嘴巴里面面粉为主了 嗯 那么我要扣分的 哦 第二 温度低了 哦 这个定品参烧的时候温度低 或者是用煎锅 它温度都低了一点 低了一点之后呢 第一 香味没出来 这个土豆饼煎好之后 我相信在这个野木天都能闻到 那个浓郁的土豆香味 没有闻到 第二呢 这个因为低了 它导致这个饼里面含大量的油 哦 所以呢我要把这份扣掉 好 那我们这道菜已经评完了 接下来就到茄卷了 茄卷 你先来吗 茄卷 那我先来 你行 我先来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茄卷啊 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得要鼓励一下的 鼓励鼓励 鼓励一下的 但是吧 也不能显得我们好像就是评分太随意了 我觉得给7分吧 嗯 那我就给8分吧 嗯 也是以鼓励为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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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个方很满意 这个茄卷呢 我给6加1 哎呦 6加1了开始 那是非常好的 对啊 你说一下理由吧 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茄卷刚才说肉太多 吃到嘴巴呢 就是吃不出茄子的香味 第二呢 炸的时候呢 这个炸的油温没控制好 里面大量的含油 我刚才吃了里面大量的含油 嗯 这个其实我只能给6分 这处理出品各方面我给6分 那为什么加1呢 这茄子这个 最后它调了一个汁 这个汁虽然没做好 但是做茄茄有一个汁 可以让这个茄茄 它可以吃到口感更分韧的那种 对 我们叫满足感那种 丰富的口感 所以我加了1分 都是说脚的 真正的 这个汁虽然没有 这个汁虽然没有 这种汁虽然没有 能说有什么 这个汁虽然没有 熟的汁虽然没有 这个汁虽然没有 可以吃得到 那个汁虽然没有 联系虽然没有 这个汁虽然没有 这种汁虽然没有 这种汁虽然没有 带出品 那么 通过这三门 一共6道菜的比拼 您的第三道菜呀 许阿姨拿到了27分 高分了 看了 这边是22分 那么结合三轮的分数 我们来看 许阿姨得到了72分 好 妙妙是得到了67分 那么本期社区厨房已经诞生 就是我们的许阿姨 恭喜 恭喜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请陆大师来为她颁奖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恭喜许阿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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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确实要谢谢许阿姨 谢谢妙妙 在现场我们分享了很多 六道菜当中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来商量一下 本期入选到百姓味道食谱的当日家常菜 哎呀 菜呢菜呢 很难选啊 这样选的我是多能吃啊 这三道菜四道菜全在我面前 搞得跟我一个人吃的一样 嗯 挑哪个呢 露出定一个吧 最终我们入选百姓味道的事 我认为今天入选百姓味道的食谱的 我认为是土豆腐 土豆饼 那么今天入选百姓味道食谱的就是我们的一道土豆饼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学习制作的话 欢迎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 是的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的味道厨房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再一次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结束了 我们也欢迎更多热爱美食的朋友来到节目的现场 一窄您的主意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拜拜